所提供给制作单位的第二则 手机所拍摄的影片 画面就与先前有着截然不同的恐怖感 因为他从画面中看到了 灵修院前一群群的白色人影 他对我来讲是他没有讲 这就是到长袍 对 就是整件的长袍 就是白色的长袍这样靠下来 那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脚 甚至在里面我会看到他在移动 这个树还是看不到他的脚 各位观众朋友 这是由高雄白小姐所提供的第二段手机影片 地点是在高雄县山岭乡男子仙兮河畔的 灵修院二楼所拍摄 除了灵修院前的水位比先前高涨了一些之外 最大的不同就是小溪流的岸边 突然冒出了许多白色的不明物体 各位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 就在水流与岸边的交界处 这些散落的不明白色物体 有些一个两个也有三两成群 甚至也看到了不明的白色物体 群聚性的靠拢在一起 正前方有如翻山倒海般的滚滚红流 正是不断持续暴涨的男子仙兮 洪流夹杂着土石激流的翻滚 峻耳欲聋的空空声令人不寒而栗 然而这些出现在岸边的白色不明物体 白白的身影像是一件脸身的白袍 白袍顶上的黑点也像是黑色头发的人性具体模样 到底这些一群一群在男子仙兮河畔的不知名白衣人 是手机故障的关系 还是手机摄影画素的错觉 亦或是真实的白色灵体 透过了手机镜头而意外的显影在画面当中呢 在画面正前方 犹如翻山倒海般的滚滚红流 正是一直不断持续暴涨的男子仙兮 泛滥成灾的红流夹杂着土石激流的翻滚 排山倒海的气势 震耳欲聋的哄哄声 令人有刹那间就被横流席卷的恐惧 画面上这些灵修院的师兄师姐 因为法会结束后 受到巴巴风灾的影响无法下山 只能在灵修院或坐或站 耐心等候台风的离去 现在画面又回到了灵修院前方的小直流 各位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 就在水流与岸边的交界处 刚刚所见西畔一群群的不明白色物体 远看像是穿着白袍的白衣人 随着男子仙兮水位的高涨 这些不明的白衣人数量不减反增 而且散布的位置已经不止在西畔而已了 甚至高一点的树林上 也都三三两两的遍布了这些 穿着白袍黑头发的不明人士 最多的群聚甚至有一二十人左右 这些穿着白色长袍的不明人士 是不是只是手机科技产物故障所产生的呢 还是天在地面底下的一种大自然的巧合呢 还是他们就是一群一群肉眼所看不到 穿着白袍的不明人士 这些穿着白袍的不明人士到底是谁 他们群聚在灵修院前又代表着什么遗憾呢 这一连串难解的问题 第六度空间也希望各界专家与热心的观众朋友 能够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 让我们早日解开灵修院前一群群白袍人之谜 也早日让提供手机影片的白小姐解惑事宜 化解心中难